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它逆行的时候往往会造成环境的倒行逆施 那在这个水星逆行的过程当中影响的是最为严重的 那也就变成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跟随着 我们之前谈到过水星逆行的状况 主要影响的是生活常是可能不太好的人 或者是不太去做思考的人 那如果平常我们在生活上面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都明白自己要去面对什么样的处境跟风险的话 那水星逆行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跟随着人没有太多的尝试 甚至他可能不太了解自己应该去面对什么样的处境 那就使得我们跟随着他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 不过还好水星逆行在这个礼拜就要结束了 但是木星结束逆行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木星是倒行逆施的情况 所以过去的这四个月来说整体环境会有很多的混乱状态 那随到木星开始顺行之后呢 整体的大环境状况呢就会变得比较顺心 比较顺利一些 来看一下百洋座 百洋座的朋友在这个礼拜呢 工作上来看力排众议是必须的 为什么要讲力排众议 是因为很多时候也许大环境的观点跟想法 跟你所认知的可能不太相同 那大家可能会有盲从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些跟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 但是我讲这个观点 虽然我们刚刚谈到力排众议 但是这个力排众议并不是要去跟别人抗争 并不是在去一个火爆的一个状态 只是说提出你比较主观的观点并没有问题 那虽然可能跟大环境 或者跟大家所认定的方向有点冲突 但是你提出你的观点 毕竟对于事情的发展来说 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着力点在你身上 那我觉得这个对你工作来说 也会有正面的表现 来看一下感情方面 感情状况也在逐渐好转 前段时间感情上的一些落即落地的感受 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尤其在这个礼拜呢 你的主动的表现会非常好 那假日的时候呢 非常建议可以出去游玩 出去交游 走动走动 但是不用去太远的地方 可以在家里附近 或者是说隔壁的小城镇去走走 去散散心 我觉得情感外心的帮助也很正面 再看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朋友在这个礼拜呢 在面对工作上来看 稍微留意 有些事情可能会让你忙得焦头烂额 那但是如果你够清楚 知道你原来工作的本分的话 你会发现有些事情 其实不太值得你去面对 那所以你自己要分清楚 哪些事情该去做 哪些事情不该去做 那也不要因为别人瞎起哄 或者别人的状况 使得你必须要去面对 跟处理一些 根本就不是你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礼拜在面对工作的过程里头 想清楚 让你自己的计划 好好的去执行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能够协助其他同事 你是顺手帮个忙 那这其实也很不错 也可以带来未来 对于工作上其他的同事 在你需要协助的时候 给予你协助 再看感情方面 对于感情来说的话 这段时间对金流作品 落即落离的感觉 是非常强烈的 那既然才落即落离 所以你就应该要更正面的 表现出你跟对方之间互动 你的重要性 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空气 或者不理会对方的需求 事实上你自己某种程度的需求 也可能来自于对方 所以在这时候 相互的去依赖对方 就成为情感关系互动 来说最正面的一些表现 所以当然不要忘记 事实把自己内心当中 好的情感的展现出来 让对方感觉到相互的需要 再看一下双子座 双子座朋友 在这个礼拜 在面对工作来说 有许多正面的表现 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原来就该做好的工作 是绝对不能随便乱做的 虽然说你这个礼拜 其实在工作的表现上来看 会有很多不同 于他人的想法跟表现 但是要注意到 这样时间 你必须让自己能够表现出 台面上要做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 很多事情不能够 私底下去运作 尤其在这个礼拜非常重要 如果你为了去反对某些人 或者是对某些人不以为然 然后在会议结束也好 或者在私底下也好 去批评别人 那这些事情 其实最重要说 不是那么正面的话 就不应该在这个礼拜 去好好表现 其实平常也不应该这么做 只赚时间 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加明显 所以你可能在后头 去说别人不是的时候 虽然说 你的确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 跟观点 你可以提出来 可是你别有提出来 在后头去这么讲别人的时候 当然你可能对方听到了 或者是让别人感觉到 你在这个角度上来看 有点小心眼 所以要稍微注意到 工作上面这样的表现 那在感情上来看的话 这段时间情感关系的互动 也要稍微留意到 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 多在乎对方 其实是很必要的 所以说其实没有不在乎对方 只是在很多情况下 不懂得表现出来 或者不想要表现出来 那这个礼拜呢 要记住 让自己可以表现出来 多去赞美对方 然后呢 多去认同对方 然后甚至于从对方的角度 来看待一些事情 那甚至于在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反省一下 自己在面对情感关系的时候呢 对方是怎么看你的 在假日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主动的 去进行情感关系的联络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随着对方所期望的方式 去进行情感关系互动 是绝对必要的 再来看巨蟹座朋友 巨蟹座朋友这个礼拜呢 在面对工作来说 其实一开头啊 就做得还不错 因为整体来说 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状况出现 可是这段时间呢 其实还考验你 临危不乱的能力啊 那有些时候 莫名其妙看起 好像很危急的状态 其实往往可能 就会有贵人提供协助 或者是因为你在周围环境 看到一些状况 或是听到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也许呢 就能够提供你一些帮忙 所以不要小看 你在周围环境当中 得到一些不同于 以往的一些讯息跟角度 甚至在时间 你跟你的上司去请教 去求救 都能够得到蛮好的效果 再看感情方面啊 对巨蟹座朋友来看 感情方面 这段时间其实 要跟对方互动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对方的心情的变化 当然巨蟹座朋友 其实平常都非常关心对方 但是你因为这样子关心 要特别留意 对方的一些情绪 搞不好不是针对你 可是呢 你却把它往你的心里头去了 那当然就可能造成 情感关系的一些误会嘛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有误会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或者你觉得怪怪的地方 你最好能够主动 提出你的疑惑 那这个对于情感关系的 往后的发展 才是比较正面的 否则这种疑虑 很多放在心里头 最后呢 总可能会造成 最后那根稻草掉下来嘛 对不对 那可能就会造成 未来很多情感关系的 不正确的互动 或者不正面的表现 所以这个礼拜 如果任何情感关系上面 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主动提出来 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 是最重要的 再来我们看 诗子座朋友 诗子座朋友 这个礼拜能面对工作来说 其实工作表现 变得还蛮得心一手的 尤其在工作上来看 你有很多蛮会的地方 蛮好的表现 就应该主动的展现出来 但是千万记得 诗子座朋友 虽然不是在空井里 打水的星座 于是不会做一些白工 或者做一些笨笨的事情 实际上是不会的 可是这礼拜难免 一开头的时候 就要稍微做到 有些事情 不太是你能够处理的 你就要懂得往后退几步 那不要傻傻站在前面 然后就主动的 把这个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所以稍微往后退几步 你可以发现 如果真的你能做的 你要去做的 你再去进行 都没有问题 都来得及 因为依照试图的能力 任何情况下去执行工作 都能够把事情做得还不错 就是这礼拜千万记得 不要当即先锋 往后退几步 看清状况再去前进 会是比较理想的 再看感情方面 在感情内看的话 这个礼拜其实整体来说 应该是不错的 也会越来越好才对 但是一个礼拜 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到 有可能有些状况 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的时候 造成了双方之间 一些事情的不同看法 那既然不同看法 其实只是把它拿出来 讨论一下 来相互了解 不同价值观的角度 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有些时候 因为憋着一口闷气 就不去说 那就反而这个价值观呢 就会变成各自在心里头赌气 就不想要说出来 那当然就造成后面喜谈的问题 但事实上这段时间情感关系 对于整体来说 对视作朋友来看 是有正桃花的状况 那也就代表说情感关系 要用更热情的方向去处理 会是非常好的 那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生闷气 那当然如果单身的朋友们 这段时间好好地 把自己打扮一下 有机会的话呢 就往外头走一走 都去参加社交的活动 很容易在这段时间 被他人注意到 所以打扮非常重要 再看处女座 处女座朋友在面对工作来说 这个礼拜很容易 会有一些其他人 所造成的状况 影响到你的工作成绩 所以在面对许多事情 处理的过程里头 你别忘记 如果跟其他人有关的时候呢 你要稍微留意到 对方的一些立场 还有你自己必须要 在这样的立场当中 去执行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有些时候 也可能会造成 你过度固执 在自己的角度当中 而使得跟他人 在互动的过程里头 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协调 那这个也要稍微注意 但事实上整体来看 处女座并不是一个 使自己会去犯错的人 但是某些角度来说 因为别人所造成的状况 使得你进到一个危难处境 的确有可能 也让你跟着犯错 这要提醒一下 再看感情方面 村庄朋友在这个礼拜 面对感情的时候 稍微留意到 这样的时间 可能会有很多的角度 使得你在面对 情感互动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怨气 或有一些闷气 会跑出来 可是这个礼拜 如果没有看清楚 整个环境 而随意的把情绪爆发出来 对你来说 对情感关系的发展 也不见得会是正面的 所以还是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开心 试图跟对方解释 为什么你有不开心 为什么有这些情绪 让对方明白 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村庄朋友 长期以来都可能会过度 包容情感关系 而使得在最后爆发的时候 变得很严苛 那事实上也会让别人 感觉到误会 再看天明座的朋友 天明座朋友这个礼拜 在面对工作来看 不是说你想怎么做 就能怎么做 尤其这个礼拜 很多状况来说 你其实在很多时候 可能会有些过度 任性的表现 来自于相互互动的过程当中 那如果在互动不良的情况下 或者你对对方 看不顺眼的情况下 很容易在这个时候 能过度挑剔对方 那甚至于为难对方的情况 都可能会造成 工作上很多事情 变得至爱难行 所以这礼拜 在面对工作上来看 主要是对事不对人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让你有更公平 更正确的一些表现 再看感情方面 感情来看的话 这个礼拜的情形感关系互动 其实还不错 相互之间交流都蛮好的 但是提醒你 你要在交流过程当中 你不要忘记 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立场 不要你自己觉得 好像很正确 很正面 就这样说出来了 对方其实并不见得会开心 所以这个礼拜 你要稍微注意到 在互动的过程里头 的确稍微关心一下 对方就可以做得 很好的天脸座的朋友 这个礼拜一定要 多多的了解 对方的处境 对方的状况 跟对方的需要 再去表达你的情感关系 会是比较好的 再看天蟹座的朋友 天蟹座的朋友 在这个礼拜在面对工作来说 工作表现还不错 因为很多事情 正在逐渐的预备的过程 所以慢慢的去执行 慢慢达到你的目标 我想会是不错的 尤其这个礼拜 很能够把你的长处 就是你对于事情 很多周密的想法 或者是对一些看法上面 的一些独到的地方 提出你的观点来 是必要的 而且这个礼拜 你也不能够说 就只是默默的去做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的表现 都能够让你有机会被看到 虽然说还是要保持低调 主要的关键来自于 外在环境 很多事情 如果你并不确定的话 所以你不确定的事情 不要随便乱讲 但是你知道的 你可以去做好的事情 赶快展现出来 让你同事们知道 让你的老板知道 再看一下感情方面 感情状况呢 正在逐渐的稳定的过程里头 逐渐稳定 是情感关系 可能不见得会 需要更热情的展现 但是两个人之间 相互去享受生活上面 情感关系的幸福感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礼拜呢 进行约会的过程当中 也不要忘记 来自于对方 所期望的幸福感受 那不要你自己觉得 要或者是不要 所以在乎一下 对方的这个时候 面对幸福的感受 然后去面对 这样子的情感关系 在约会是很好的 再来看 社友座的朋友 社友座的朋友 这个礼拜呢 在面对工作来说 其实蛮顺利的 但是我期望 你能够稍微 在心里面稍微想一想 面对许多事情 即使看起来 好像很太平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看起来你非常得心应手 你可以拿捏的 很好的事情 都要稍微想一想 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哪里还需要再加强 如果可以多去 这么做思考的话呢 我相信你的表现会更好 一段时间呢 跟同事之间的 相互的互动呢 都挺不错的 所以有些时候啊 请教育同事啊 问问看 我这样做好不好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同事给你的意见呢 如果你都能够 虚心去接受的话 不去做批判 哎呀你这样想什么啊 你想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样是不对的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你不要去做什么 太多奇怪的批评的话 只是虚心的接受 来自于对方不同的观点 其实对你来说 反而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平常没看到的一些角度 那使得你工作 可以做出更好的表现 再来看感情方面 感情来看 这个对社会做朋友 来说真的是越来越好 因为这个礼拜的感情关系来说 可以打扮得花质罩窄一点 OK的 可以打扮得更帅气一点 更漂亮一点 应该把自己内心当中的热情 好好展现出来 再来看一下摩羯座的朋友 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礼拜面对工作来说 当然这段时间 其实往往会让摩羯座 能特别感觉到腹背受敌 尤其可能是之前 所想要得到的成绩 没有得到的过程当中 这段时间还是会有点耿耿于怀的 尤其在这个礼拜 心情上的起伏会比较多 虽然说摩羯座朋友外在看不出来 可是你内心当中很清楚 对一些事情充满了期待 甚至于可能会有一些暂忧欲产生 而使得你在面对工作的时候 失去了一些分寸 所以这里来稍微注意一下 很多状况可能会有一些 腹背受敌的考验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如果不稳定 在面对一些事情的处境过程当中 当然可能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这里来面对工作的时候 摩羯座朋友一定要让自己先搞清楚 自己心情是否够平静 那在这个时候做出判断是否正确 用理性的判断是好的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透过情绪来做判断 这里边在情感关系的互动上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来自于 你跟对方之间相互交流的状况的时候 你的心情的变化也很多 跟工作的状况一样 只是说工作状况的心情 不要是自己在内心当中起伏 可是感情关系的自己的情绪变化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表达出来 或者你只是在自己生闷气 或者是说你有很多内在的情绪情感 都没有展现出来 也可能让对方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礼拜如果你有些不开心的状况 如果可以跟对方一起分享 让对方来帮你互相的打气 或者是能够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给你的话 我觉得提出来让对方跟你一起分担 我觉得没什么不对 所以摩羯座朋友在这个礼拜 可以更勇敢的把内心打开 然后跟对方好好的分享 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 再开宝瓶座 也就是水瓶座的朋友 这礼拜呢 水瓶座的朋友在面对工作来说 有很多的一些外在讯息 提供蛮多正面的一些 有用的资讯 那这段时间甚至于可能就是 在电梯里面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是说 在生活当中听到新闻 或者是看到新闻 搞不好对你的工作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礼拜稍微注意一下一些小讯息 甚至呢在这礼拜开会之前 做好一些准备也是必要的 那当然我知道 风向新座的朋友常常讲说 开会做什么准备 开会就是开会而已啊 可是有些时候会议的本身 也许有一些事情需要做讨论 如果来开会前 你可以先针对要开会的内容 上网去查一查资料 那在开会的时候 你反而会做出更好的表现 因为你有所准备 那其他的同事或者是老板看到 就会觉得 你真的是非常的不凡啊 非常厉害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水瓶座品来说 这个礼拜的考验还蛮多的 可以尽量去这么做 再来看感情方面 感情来看的话呢 这个礼拜感情互动也不错 尤其是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开始增加了 那既然是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开始增加 那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呢 进行一些情感关系的交流啦 或者说在这段时间 朋友一些聚会聚餐啊 都挺正面的挺好的 那但是另外一般一起去参加 也可以增加更多 情感关系的正面交流互动啊 水瓶座品本来就很喜欢 这种朋友之间相互的交流啊 所以啊 这段时间情感关系来看啊 并不禁得会有太大的问题 都还进行的挺不错的 再来看一下双鱼座的朋友 双鱼座这个礼拜呢 在面对工作来说啊 一些艰难的处境啊 会越来越多 那你自己要搞清楚 你的立场 跟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非得去做的事情 逃都逃不掉 你赶快去做吧 就应该积极的去进行啊 你越积极的态度去处理啊 越能够把问题给处理掉 那你越是推脱啦 造成的问题可能越多 尤其是未来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影响 更负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礼拜啊 该去面对的事情 赶快站起来去处理它 而且呢这个年度啊 对于双鱼座品本来说 过度懒散的状况 也快要结束了嘛 所以本来就应该 替明年度呢 做一点新的准备 所以这礼拜呢 一些立即需要执行的事情 对未来是有帮助的 赶快去进行 再来看一下感情方面 在感情来看的话呢 这段时间情感关系呢 可以更加热情 然后甚至也可以更主动一些 但是往往呢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做的事情 并不是能够让对方满意的 因为有些时候 上一座的朋友 在情感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啊 并没有特别留意到 他所做的表现 是不是对方所想要的 只是从他自己内心当中 浪漫去呈现出来 那这个往往可能会造成 对方对你一些误会 那甚至于可能搞不清楚 你的浪漫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 双十座朋友自己要搞清楚 这个浪漫最好 能够让对方所明白 而不是随便表现出一个 你自己觉得很浪漫的事情 就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这个浪漫就完全浪费掉了 你反而心情也不太开心的 最后呢 我们祝福所有新作的朋友们 我们下礼拜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